大家好,我是Mr.Em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的就是 HKDSE 2012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40 請留意畫面上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看過這個訊息 請你Post your video 看 因為你不懂得去用這個影片 也不知道我做這個影片的理念是什麼 好,看看reference page 由於我們要計算膠角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膠角 膠角我們大致上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一條線和一個平面的膠角 當然也有兩條線的膠角 你學了一條線和一個平面的膠角 都應該很容易學回兩條線的膠角 還有兩個平面的膠角 Angle between a segment and a plane 首先一定要有一個contact 一定要有一個接觸點 今次我就用了A做接觸點 就是一條線和一個平面 當然有一個接觸點 好,接著我就隨便在這條線上也找到一點 Let's say我用了B 而B的B就有一個投影點 就叫做B' OK 那Project Point我們就叫做B' 接著這三點已經做到一個right angle triangle 我就說 Angle between a segment and a plane 就是Angle BA,B' 當中A就是Vertice of the angle OK 那就看看兩個平面 今次也有一個接觸位 不過這個contact就是一個segment 是一個接觸線段 又是,隨便在平面上找一點 叫P 它也有一個P'投影點 今次留意 這個P 如果我再拉直線 M 這個M當然是一個AB上高 那麼PM跟AB一定要是互相垂直的 如果它們不是互相垂直的話 那我們就不可以稱為兩個平面之間的交角 現在就有一隻直角三個人 就叫做P M P' 由於PM是垂直於AB 所以我就說 Angle between them is angle P M 當然M就是那個Vertice of the angle 就是那個角的頂 好了 除此之外 我們會看到 要計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一會兒 要計直角三角形我就提醒你 凡是看到直角三角形 你應該這個trigger 兩樣東西走出來 一個就是Pythagoras freedom 另一個就是Tricholometry 那Pythagoras就是三邊關係 Filiace relationship 而Tricholometry 三角比就是兩邊一角 2 lines with an angle 沒有X的 OK 啊 你跟我學派Fragoras freedom 除了你知道 斜邊的二次就是其餘兩條邊二次之後相加 之外呢 你一定要記這兩個三角形 考公開試呢 就好死不死 我都會出兩個三角形 行不行 不是出他就出他的倍數 每一年都是的 好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再計三角比 就會另外有兩套三角形 你也要認識的 有一些同學說 很熟悉 沒錯 我們會透過二二 這個叫做 Equilateral Triangle 等哪三角形 去找回一些 Tricholometry 特別的角度 OK 這裡留下一點功課 給你做 你問問老師 為什麼二二和一一跟二 會關三角比 裡面一些特別的角度 Special Angles OK 這裡我只是曬一曬給你看 好 下回題目的本身 好了 現在來了 這一個圖形 我們叫做 Regular Tetrahegen Regular Tetrahegen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中文叫正四面體 如果你問我 我就告訴你 它只不過是由 Equilateral Triangle 等邊三角形組成 OK 如果我要做一個 找一個交角 我要找一個直角三角形 先看 在這個個案裡面 這樣A 就有一個投影點 由於它是一個 Regular Tetrahegen 它那個投影點 就A這一點 就是那個頂 投影點剛剛好 就跌回到 底的那個 等邊三角形的 中心那裡 這個你要留意 因為這幫我們計算 OK 首先我們會刮 那個側面的三角形 就是ABC 由於它是一個 Equilateral Triangle 可以嗎 它是一個 等邊三角形 我們只需要 在中間 畫一條垂直線 這個垂直線 除了這個 等邊三角形的高 它也可以成為 這個三角形的反射 中間也是 等腰三角形 Isoceous Triangle 你畫這條線 就很素了 因為 中間你畫了一條垂直線 它一定是 平分了這個 等腰三角形 行不行 那我們就知道 MC這條線 就是K那麼長 因為是平分 好了 接著我們就在Triangle AMC裡面 就算了 那原則上你還沒算 都知道是跟3K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教了你 22的高就是跟3 剛才那幅圖畫 22就是跟3 OK 那麼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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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高就是跟3K OK 那所以我就說 剛才那些三角形有用 就是 你 有些時候 準備了你自己 先進到市場 一打開 一打開 一打開的數 你還沒手寫 你心算已經算到了 那下一個 那我就想計上OM OM有什麼方法計 那留意 我再說一次 D一個 BDC 是一個Equilateral Triangle 那 那 你在O 那點 拉一條線 C 那就是OC 我就會平分了 本來60度 可以嗎 那只剩下30度 那OM 就用一個很簡單的三角比去計 那次我就用了Tangent Tangent 30度 就會等於OM 對邊 over鱗邊 K OK 好了 那 萬事俱備 我們看看三角形AMO 那 那 那 這次 我已經有一個輪邊 和斜邊 當然是用cos去計 那 本來OM的地方 就換回K Tangent 30度 本來AM的地方 我就換回跟3K OK 那 K和K就約減了 那 那 我就可以很快就算到 那個Pha就是近 嗯 那 Pha就是71度 那 Correct to 那 或者你會問 為什麼Mr.Soul 你會這樣加KKKKK 那 原則上呢 我的計算呢 我經常下K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把那條邊是2 那 雖則有些情況不加K 都是計到同一個答案的 但是 如果去到複雜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影響了那個數值的 我就不可以當這條線是2單位 行不行 那 我就唯有就當了它做2K單位 那 將來出回來的倍數呢 那K就會吃掉了 好了 來到這裡 真的說完了 那麼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請你email給我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